好除了促销金打细算之外 想省钱很多人会想说直接去试吃 白货公司大卖场呢 常常都会有举办所谓的试吃活动 不过这个试吃杯试吃碟 往往呢用一次就丢了 算一算累积的垃圾量一年可是非常惊人 有好几顿 而现在呢台北市府就首度来推出了 不锈钢试吃杯 希望民众呢带着来进卖场来直接试吃 重复使用的话减少垃圾量 但现在问题来了 民众都觉得拿着试吃杯这样大喇喇 在大卖场真的会给人一种 这个就是要来白吃白喝的感觉 实在丢里 来吃吃看来 东排排西排排假日来到卖场 少不了排队试吃 不过这小杯子小碟子 总是堆得满满像垃圾山 民众随手一丢实在不太环保 我们倒是认为说一年下来 上百万个应该是跑不掉 台北市环保局呢 推出像这样子的小钢杯提供给民众 让民众试吃的时候呢 能够随身攜带以减少垃圾用量 你好啊 试吃 100cc的小钢杯上头写着资源回收 减少垃圾量 北市突发奇想 拜个钢杯限量送 希望民众来到卖场试吃 都能自备杯碗 不过拿着这小钢杯东跑西跑 难免让人觉得逛个卖场就像赖吉他 会有点怪怪的感觉 会随身攜带以哪里用 不太会 为什么 有点麻烦 普遍民众觉得有点奇怪 甚至觉得有点丢脸 加上卖场里试吃有甜有咸 咸咸甜甜 蓝色味这滋味想必也不太美味 美国安保局为了还尽下苦心 不过这美意 民众似乎不太灵情 这一新闻 陈金转长 是他报导